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拉拉 近期各国都推出不少好剧 台剧方面不过善良的我们 讨论度超高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2 让观众超期待 《泪之女王》虽然不是英雄 《背着扇仔跑》等韩剧的热度 居高不下 粉丝交往已久的录剧 《清云年2》也终于播出 近期来网友票选出 近期最爱的戏剧套布10 一起来看看吧 网票选 近期最爱戏剧套布10 虽然不是英雄 虽然不是英雄 由青龙奖影后千余熙以及张基隆主演 剧情描述 患上世上常见的现代人 利己而失去罕见能力的超能力家族 可看似偶然却命运般 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女人的故事 张基隆饰演因患上忧郁症 而失去超能力的男人 千余熙则是出现在超能力家族面前的 可依女子 两人展开了奇妙的同居生活 此剧是张基隆退伍后的首部作品 她还在剧中当单亲爸爸 让粉丝相当期待 而千余熙最近则是十分高产 除了虽然不是英雄 还有在The Eight Show中 视野心狠手辣的神秘女子 两部剧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也让观众看到影后的多变演技 网票选近期最爱戏剧Top9 完全省钱恋爱手册 完全省钱恋爱手册 由郭树瑶及林子洪主演 以电商公司为故事舞台 讲述金钱关不同的男女主角 如何克服两人间的奇异 并共谱一段浪漫的职场恋爱 剧中郭树瑶饰演的简可可 用钱十分谨慎 并且号称公司的省钱一减 时常获得高层的奖金肯定 却也因此引发办公室潜在的矛盾 此剧也担讨年轻人面对物价通膨 荷包紧缩的处境 分为省钱至上的穷酸富 与花钱无节制的精致穷 还有维持最低生存标准即可的躺平族 不同价值观 该如何找到彼此间的平衡点 是剧中最大的冲突及亮点 网票选 近期最爱戏剧套法8 驯鹿宝贝 Netflix驯鹿宝贝是英国惊悚迷你剧集 同时也是一部黑色喜剧 此剧改编自真实世界 描述男主角唐妮 是一位在酒吧工作的酒保 梦想则是成为喜剧演员 然而现实的打击 让她始终无法获得成功 在这样平淡的日子里 一位名叫马莎的女子 闯进了她的世界 并且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麻烦 此剧上线后在全球爆红 观看时数达到5280万小时 在烂线无事上 更是得到98%的正面评价 不过因为是改编自真实世界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一名女子自称是真人版马莎 上节目指控匈鹿宝贝 有许多不识剧情 还反控对方才是恶人先告状的骚扰者 这个行为再度引发热议 网票选近期最爱戏剧 Top7 职配物种 职配物种由朱志勋 韩啸周等人主演 剧情设定在2025年 人类餐桌上的新鲜肉 消失后的人工培植肉时代 生物科技公司BF 在掌握了培植肉视场 并呈现快速增长势头的时期 企业内外陆续出现了质疑BF集团 代表尹自由行为的人 而此时尹自由与友谊 接近他的退役军官 余彩云一起卷入可疑的死亡事件 并开始追查背后的真相 此剧从现在很行的人造肉展开 包含了AI技术和生命伦理等议题 算是相当兴隐的剧情 朱志勋与韩啸周在剧中 虐心又温暖的爱情故事 也是一大看点 不过后期却让人有种后继无力的感觉 开放式结局也让观众有点问号 虽然或许是在为第二季泼露 但还是让观众颇为傻眼 网票选近期最爱戏剧top6 搜查班长1958 搜查班长1958 由李帝勋 李东辉 崔宇成主演 此剧翻牌自 韩国高达70%收视率的搜查班长 以搜查班长的前传形式推出 手机更找来原版男主角崔弗颜客串 饰演年迈的朴班长 让观众们超级惊喜 并创下10.1%的收视率的好成绩 此剧描述李帝勋事业 连续三年经济道 抓捕偷牛贼第一名 登上新闻的明星警察朴英贤 转调到中南警察局之后 发现一连传的犯罪案件 因而与金向纯 赵清焕 徐沪珍组成搜查一般 对抗墨守成规的制度 携手维护老百姓的安宁 将匪徒击捕到案 网票选近期最爱戏剧top5 庆余年2 由李庆 张荣云主演的庆余年 相隔4年推出第二季 张荣云饰演的范贤 及李庆饰演的林婉儿如愿大婚 范贤拒绝了庆余年大掌柜的相助 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内裤空虚的问题 而庆帝遇到三连刺杀 范贤出手相救求武功全废 导致危机四伏 他好下江南挑战庞大的势力 与既定的游戏规则 庆余年在2019年播出后 大获好评 总播放量高达160亿 而第二季开播前 就在腾讯创下 超越1300万的预约观看人数 除了原有的张荣云 李庆 星之磊 陈道明等演员 新的一季也加入了 毛小彤 金晨 傅星博等人 演出的新角色 此剧开播后评价依旧很好 打破第二季总会歪掉的定律 网票选既期最爱戏剧top4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2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第一季 播出后刷新公式的收视记录 也让钟心灵再度夺得金钟戏后 虽然去年电影版播出后评价很不好 但观众还是很期待第二季的到来 而第二季终于在日前开播 彩香遇到伴侣 果聊一哥的妈妈访台 瞬间从婆婆变媳妇 翻转剧情让观众相当期待 不过第二季播出后 声量与第一季差很多 由于剪辑很混乱 加上笑点也不如上一季自然 甚至让人看了有点尴尬 而且彩香四个儿女的行为 实在是有点幼稚又令人烦躁 就连在PTT上的讨论度也很低 但现在才刚播出不久 希望后期能够越来越好 网票选近期最爱戏剧 Top3背着善载跑 穿越时空的奇幻浪漫韩剧 背着善载跑 由冰佑戏与金慧云主演 播出大获好评 在全球都创下了高讨论度 相关内容的影片在5月初 更达到3.5亿的观看次数 相当惊人 男女主角也因此爆红 冰佑戏IG粉丝人数 暴涨100多万 成为新一代纯爱男神 此剧描述编佑戏 饰演的顶级男明星柳善仔 因疲惫的生活而遗憾结束生命 而金慧云饰演的 任帅又时因事故放弃梦想 偶然在广播中 听到柳善仔的歌曲后 获得巨大的慰藉 因而成为了他的粉丝 在得知最爱的偶像过世后 偶然间回到15年前 面对高中生柳善仔 任帅为了阻止 未来发生的悲剧 而孤军奋战 网票选近期最爱戏剧 Top2 不够善良的我们 讨论度超高的台剧 不够善良的我们 由林依晨 徐伟宁 何君祥 柯震东等人主演 整部剧的调性相当压抑 但却反映出现实生活中 最真实的样貌 林依晨在剧中 打破过往形象 饰演故人院的女子 徐伟宁也展现戏后实力 让人横向一窥 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此剧描述 林依晨饰演的人妻 简庆芬 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生活却了无新意 某天 他想起徐伟宁 摄影的同事 Rebecca 两人不仅时常撞衫 甚至还喜欢上同一个男人 为此 他们整整纠缠了12年 剧中也探讨了 单身女子的困境 及婆媳问题 仿佛让观众 看得发生在自己生活之中的故事 网票选 近期最爱戏剧 Top1 《泪之女王》 《泪之女王》由金秀贤 金志源主演 此剧描述年轻的财阀夫妇 金秀贤 先与面对婚姻 心灰意冷 坚决离婚 二人面对各种惊险危机 并共同克服 创造奇迹 重获爱情与家人的动人故事 此剧到了后期 评价两极 不少人觉得剧情太过狗血 不过两位主角的颜值实在太高 而且CP感突破天际 因此受数率持续攀升 而结局果然狂洒狗血 让观众骂声连连 但还是不影响这部剧的受数率 最后一集收视 标破24.85% 打破了爱的迫降的记录 好了 看完以上 网票选近期最爱戏剧 Top10 清余年第二季 冲第五 背着扇仔跑 第三 冠军 累着女王真的红 你正在追哪部剧呢 快乐评论区留言吧